我看這些數字出來就是 自己明知違法而違法嗎 讓市民不違法 然後你自己去違法 所以 我第一個下面一個 就是廣市園區的開發 絕對不可以規避三項評審 這是違法的 這個不叫違法 什麼叫違法 再下來 社福用地 這個表是 營運七月初裡面的表 市政府提供的 大家看看 中低收入戶只有10% 正注意低到 15% 我請問 用社福用地 市政府 可以這樣把90%的力量 服務給有錢人嗎 是不是有錢人 看看下面的收費標準 像租旅館一樣 像租旅館一樣 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再下來 就是零溝通 這樣可以把1500戶 放在我們這邊嗎 張副市長 您那邊是200戶而已 我這邊是1500戶 就是 放在一棟大樓裡面 因為這幅用地是有4個 好 另外我還有一點點 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在這一次 沒有發 藝術裁員 所以才需要 商業用地 現在把這個藝術的 條文拿掉了 所以不需要藝術 那商業區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 好 謝謝 大家想一下看 為什麼還要商業區呢 原因在哪裡 謝謝 我們現在請